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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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一生是教協的一個逆的過程 接下來是唐教協的延伸就是有氧兩化 實際上我們在前面四節課 已經把唐代謝的大部分內容都學完了 今天我們用一節課的時間 把最後一個代謝討記 就是臨色後腸五鏡學習完 另外還要給大家想一下血糖的陶結 以及胎代謝、胎血糖數量的斷口 會有什麼樣的情況 這是我們今天這節課的一節課的內容 第二節課我們要開始學習 胎代謝的第二部的內容就是肢代謝 肢代謝我們要學四節課 我們今天先講的節課 在上節課我們學到胎代謝氧化 胎代謝氧化是一個非常複雜的代謝途徑 可以分成四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腸教的途徑 這個都我們前面學的 一般開始有時間 是一樣的 是重寫的 第二個階段呢 是丙銅酸的氧化脫縮 丙銅酸呢 它是一個三碳的物質 經過脫縮以後呢 變成二碳的 乙鮮鮪鮪鮪鮪鮪 大家還記不記得呀 比同三碳核心鮪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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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鮪�鮪�鮪�鮪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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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鮪�鮪�� 在氏化认识中的重要性 第四的阶段 氏化 这种内容我们在唐代谢普学 我们专门的文章是说明两个文章 要学这种内容 这个就是三酥酸循环 那么三酥酸循环是从银鲜土酶A和草鲜土酸 酥合成柠檬酸开始的 银鲜土酶A是二酸 草鲜土酸是几个碳 四个碳 那么它们缩了以后 变成六个碳的柠檬酸 所以这个循环也叫柠檬酸循环 这个柠檬酸还有三个缩期 所以我们叫三酥酸循环 也叫不二酥循环 这个我们前面就学过了 那在这个循环在这个栓子里面 这个柠檬酸它要经过两次偷缩 然后生成两个碳的碳 这是一次 然后呢 有四次脱氢 这个是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那么这四次脱氢呢 它有不同的寿星体 其中三次的寿星体是什么 就是五枚一 就是五枚一 生成还原型的五枚一 还有一次呢 是FAD 然后交易它以后 就变成还原型的FAD 那么这个NADH FADH2呢 更意味着能量的生成 NADH 意味着生成几个ATP 所以我们一看到这个 就知道是和ATP十对例了 那么在这个圈子里面呢 还有除了这个脱氢生成 这一步 这个大家还记得吗 生成肺肺酸 这个 生成肺肺酸 这个 这是一个 这是底部 是人间的酸化 也就是说 这个体内 生成ATP 是有两种形式 一种呢 是 一种呢 是 生成NADH2 FADH2 这种形式呢 就是还有高能磷酸线的进化物 把这些高能磷酸线给ADP 甚至ATP 这种形式呢 叫底部水平磷酸化 这个是总结的三酸循环的特点 三酸循环呢 在西方的线路里面进行 关键里呢 有柠檬酸核酶 就是第一个反应 还有 逆柠檬酸核酶 还有 α 红磷酸 脱青酶 复合体 这是关键酶 那么前面 我们在学长 开始学长 代谢就告诉大家 这个 代谢途径境和复材 有很多很多 不得反应 我们不要 所有的步骤都记下来 就要记 关键酶 关键酶 三酸循环有 四次脱青 两次脱缩 那么 每循环一周呢 肯定是十个ATP 这个十个ATP呢 就是 根据 NADH NADH NADH2 还有 乳水 淋酸化 这个数字 那么 它是一个 这个三酸循环 它是一个循环 所以呢 这个中间产度呢 它不会因为循环而消耗 消耗 但是呢 它也可以准备成其开的物件 比如说 草细酸 可以通过 加氨基 以后 变成 氨基酸 那么 天多安酸 托安酸 又可以变成草细酸 这个组合呢 是需要大家记住的 就是这个四个AT的物件 天多安酸 这种安酸 托安酸 托安酸 就变成了 三酸循环中的一个重要中间的 草细酸 这是一个四AT的组合 那么 还有一个五AT的组合呢 就是 这是骨安酸 还有五个碳 那么 它托安以后呢 可以变成 阿法通二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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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这个 三分级化里面的物质 阿法通二酸 加氨基呢 又变成了 骨安酸 这是五个碳的一对组合 还有一个组合呢 是三个蛋组合 这种骨安酸 这种胺基酸 托安以后呢 变成骨酮 骨酮 骨酮加氨以后 变成骨安酸 所以呢 我们在学生化的时候 不算对组合 要记住 三碳的 四碳的 五碳的 在上节课呢 我们还学习到了 三酸循环的生理医别 以及 有氧氧化的生理医别 那么 有氧氧化 有氧氧化和三分循环 这个 它一个基本的功能 是氧化功能 那么 刚才说过了 NADH 对应的是 2.5个ETP NADH2 对应的是 1.5个ETP 一分子的葡萄糖 经过彻底的氧化 经过油栏氧化 变成水 二氧化碳 那么 可以产生多少个ETP呢 就是 32 或者是30 这是两个数据 根据 有一部分 还有不同的方法 来决定 后面会知道 而氧氧化的话 就是 酵解 它生成的这个ETP数 才有两个 这个非常少 所以呢 这个葡萄糖 它只有通过 彻底的 彻底的氧氧化 才能产生很多能量 这是能量的奇数 这个能量的这个计算表呢 一方面可以告诉我们 这个32 30个ETP是怎么来的 另外呢 还可以帮助我们促行 这个油氧氧化它的一些基本的过程 在这个表里面呢 实际上 把油氧氧化分成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 酵解 就是葡萄糖的 瓶酸是酵解 第二个阶段呢 是瓶酸到一线 和A 第三个阶段呢 就是 酸酸循环 柠檬酸到这个 就是在这个圈子里面 那么每个 哪一步 有能量的生成都标示出来了 其中呢 这第一行 和第二行呢 有碱基 这个表示是 是消耗能量的 那么 那么还有就是我们看到 前面有这个2 或哈 这个表示什么呢 2 表示就是 1个6坦的葡萄糖 分减成2个3坦的 所以后面呢 都要成立2 就是在习算的时候 要注意这些细节 另外呢 还可以看到 在这个表里面 有的是蓝色的表记 有的是黑色的表记 蓝色的表记呢 就是LAD和FAD 这个表示 是它呢 生成以后呢 要进入这个呼吸链 要进行 就是变成 2.5个ATP 或者10.5个ATP 这个黑色的代表品呢 蓝色的代表品呢 蓝色的自然化 这个表现 痰的内容非常多 所以大家在促习的时候呢 可以重点看一下这个地方 这个同样是总结的 是痰的有两点化 生成了ATP的数目 那么 糖的有样两化 以及三缩酸循环 除了可以产生很多能量以外呢 还有其他的意义 比如说 那个三缩酸循环 是三大类领养物质 糖 脂肪 还有胺脂肪 或者是蛋白痴 它们分解代谢的共同性性 我们已经了解到了 葡萄糖 有点氧化 可以进入三缩循环 产生很多能量 那么实际上 后面 我们即将要学到的 甘酸酯的代谢 它的分解 它的最后也要 产生一些辅酶A 然后进入三缩循环 产生能量 是什么样的 那么有些胺脂肪 也可以进入到三缩循环 分解产生能量 这是三缩循环的第二个意义 第三个意义呢 不仅仅就是说 这个三缩循环代表了 这些酸酸物质的分析 还有呢 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 是一个疏拟 它是合适糖 脂肪和某些胺脂肪 代谢联系的疏拟 我记得上次给大家看到 这样一个表 大家还记得吗 这个表看起来非常复杂 实际上呢 它是把这个胺基酸 糖和脂肪代谢里 卸起来了 那么在这个表中呢 我们只是学了一部分的内容 我们学的是糖 然后到这个底层酸 到一些辅酶A 到这个川字里面 学了这一部分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学的是 脂肪它的分解 也叫肝油酸指的 它也可以进入到这个三分循环 那么这个三分循环 以它为中心呢 还有一些这个胺基酸 也可以进入进来 这个呢 就是在一个体内 复杂一个代谢的网络 那么各种部位之间呢 是相互联系的 这个表是在这里 是第一次出现 那么后面我们能通过 学这个脂代谢啊 学胺基酸代谢啊 学胺基酸代谢啊 就算了学到 然后还有一张呢 是专门介绍物质代谢的原型和调节 也会把这张图片放出来 接下来就应该是我们今天要学的新内容吧 是关于这个油氧氧化的调节 嗯 不管是什么代谢的调节 都是受一定的机制调节的 那么油氧氧化的不另外 这个调节的机制呢 也和其他的途径是非常类似的 就是通过 通过什么调节呢 通过对这个代谢的调节中的 关键酶进行调节 例如说酶的活性进行调节 这个关键酶的活性 我要让它升高了 那么它的代谢加快了 如果不要让它那个 通过这个代谢途径去反应 那它就一直这个关键酶的活性 这个油氧氧化也是这样的 所以呢 我们在这部分就记一下 这个调节途径和 丙同酸脱性变成 那个鲜酶的A 以及酸酸循环 这几个阶段都有哪些关键酶就可以了 这个调节途径有 有几堂锡酶 又磷酸果酶锡酶 一 丙同酸锡酶 这是我们前面学过的知识 那么通过 对这些酶的活性的调节呢 修理调节 流氧氧化 因为 教解途径是有氧化的一部分 是一个阶段 那么 丙同酸中心酶 不合体呢 也是受调控的 主要是变故调节 和化学修饰 清理前面 是一样的这个方式 还有酸酸循环里面 三法 关键的酶 五磷酸合酶 一磷酸脱青酶 二法 同酸酸 脱青酶 对这些关键链的活性进行调节呢 就可以控制 约氧化的速度 那么 再简短的说 约氧化 它这到底是受什么调控呢 实际上是可以记这一句 ATP和ATP的这个比值 或者是ATP和AMP的比值 它可以调节关键链的活性 那么现在我就要问大家 如果ATP 品质ADP 这个比值超过了一个正常物质 这些酶的活性应该是被硬直还是被新活呢 为什么呢 被硬直是对的 因为 原氧氧化它的主要功能是生成能量 那么ATP是一个能量再变好 ATP多了 意味着能量多了 它就要硬直一下 所以 当这个比值升高的时候 这些酶的活性是受抑制的 反质也是一样的 如果ATP 品质ADP的比值下降了 能量不够了 那么这时候 原氧化就要加强 是吧 那么总加强 就可以通过这些酶的活性 提高中的活性来加强 所以这个就是原氧化的调节 接下来再给大家介绍一个概念 叫巴斯德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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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其实是观察到一种现象 就是在因巴斯德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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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那个反过的那个威生物学家巴斯德 他发现酶母菌他在有氧的时候 会发现酶母菌的过程中 会发现酶母菌的过程中 如果给他通过氧气的话 会发现到一个现象 就是这个 这个调节过程就抑制了 简短的说 巴斯德效果指的是 有氧氧化抑制糖调节的现象 是由巴斯德发现的 所以用他的自然秘密 叫巴斯德效果 那么现在大家想一下 为什么 就是说 这个原氧化可以抑制 吴阳孝节呢 这个机制是什么呢 可以回头去复习小谷孝节 大家还记不记得这样一张表 这是唐孝节的小节 那么这个唐孝节分产两部分 前一部分是耗能的血段 后一部分是产能的血段 在这个教解途径的十部分当中 其中有一步 这个是第九步大家还记得过 第六步 产生了还原型的骨霉一 那么再看这一步 那么再看这一步 就是生成骨酪酸以后 要变成乳酸 就是叫结生乳酸 这一步是需要这个NADH的 是的 就是把它就是 我们学的时候 我们学的时候 我给大家认识一下 那么在乳氧的情况下 生成了这个 产原型的骨霉一 提供给这一步 使得比乳酸 变成乳酸 但是有氧的情况下 它会怎么样呢 有氧的情况下 一方面呢 NADH也是 它可以进入到线粒体 进行氧化分散化 变成能量 变成能量 还有一方面呢 饼酮是不是可以接往下走 往下走 往下走变成什么 变成一些骨霉 变成一些骨霉 那么对基体来说 不管是饼酮 往下走变成一些骨霉 还是NADH 进入线粒体生成能量 这个都说 能量是生成多的 对吧 那么这时候呢 它就首选 进行有氧的氧化 那么这一步 就缺乏什么了 在这一步就缺乏 幻原型的骨霉一了 这时候就被抑制了 明白这道理吗 这是巴西特效应 它就是这样一个机制 当没有氧的时候 那么这一步生成的NADH 它就供应它 使得饼酮完全变成骨霉 那么有氧的情况下呢 它要进行有氧化 它变成2.5的1.1B 或者1.5的1T 那么饼酮呢 变成一性骨霉 这样呢 较解就抑制了 所以总结一下 这个巴西特效应是 在有氧的时候 这个黄原型的骨霉一 进入腺体的氧化 丙铜酸呢 也进入腺体进入氧化 不生成骨酸 那么缺氧的时候呢 是生成骨酸的 因为这个时候 丙铜酸的陶酸也具备 黄原型的骨霉一年有 它就生成骨酸了 接下来呢 我们要学 糖代谢的最后一个代谢途径 叫瓶酸波长途径 那么这个 这个代谢途径 我们要关注的重点呢 是生理意义 这个途径的生理意义 非常简单 它的反应过程 我们给另外一个代谢途径 但是大家关注点 不要在另外一个过程 而是要关注它的生理意义 这个瓶酸物糖途径呢 是葡萄糖温解代谢的 另外一个动乱途径 除了葡萄糖的温解代谢 我们学过呢 有无氧的教解 有无氧的氧化 那么瓶酸物糖途径 叫Panpostive pathway 这个途径呢 也是葡萄糖的分解代谢 那么它的生理意义呢 大家可以记一下 是生成瓶酸物糖 和NADDH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什么呢 寡原型的组织二 它比自己一个组织 多了一个组织 就是这个 它其实是多了一个瓶酸集团 这两个组织非常相似 但是多了一个瓶酸集团 这个瓶酸物糖途径的 反应部位呢 是在细胞的细胞质 它的反应呢 可以分成两类 一类呢 是氧化反应 一类呢 是非氧化反应 氧化反应呢 生成瓶酸物糖 法院型的普雷二 还有二氧化碳 那么非氧化反应呢 其实是一个瓶酸物糖的循环利用 是氧化反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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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 辅酸一和辅酸二的一个结构式 比较 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的结构式 非常相似 只是有定档物质 大家看一下 哪个定档物质 大家看一下 哪个定档物质 这些是氧化碳 是氧化碳 这是一个合同 然后这个是氧化碳 然后这个是氧化碳 是一个氧化碳 所以呢 它就是MAD N代表这个氧化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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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代表酸 这个名称就是这样的 那么NVDP呢 在这个俗糖的二类上 各种氧化碳 这个就是 我们一和氧化碳的区别 这个是 林�OYO污塘的一个 非常复杂的 反应过程 那么 这么复杂 需要大家 全部继下来 哪一步怎么进行呢 生成什么 开始的茶物是什么 人家开始的里面是什么 茶物是什么 我们要继承的关键点 那么 大家现在跟着我 来认识一下 這個反應做成的關鍵點 首先我們看上面 紅色的這個 603葡萄糖 這個我們好像見過很多次了是不是 教寫的第一步是什麼 你還記得呢 葡萄糖 603葡萄糖 是什麼類似的化 其常性類似的化 那麼我們在這兒就看到 這個磷酸無糖的途徑 它實際上也是從葡萄糖 先是變成603葡萄糖 只不過我把一部省略了 那麼603葡萄糖 接著來往下變成 603葡萄糖酸內質 這個反應我們需要記住 因為我們要記住 這個苦境的關鍵 叫603葡萄糖 剝青梅 603葡萄糖剝青梅 這個梅我們要記住 這是 就是磷酸不糖 苦境的關鍵 在這個反應當中呢 它有一個產物 就是這個 還原型的狠梅二 也就是說它脫青以後 這個脫下的青 它給了苦梅二 變成了還原型的狠梅二 那麼這個呢 也是磷酸不糖 苦境的一個重要的產物 它有重要的作用 它有重要的作用 接下來603葡萄糖酸內質 再變成603葡萄糖酸 那麼 這一步呢再往下是 出了一個 出了一個半氧化碳 意味著是 脫梭了 它是六碳 變成了五個碳了 那麼這一步呢 也生成了一分子的 還原型的狠梅二 也就是說 我們看 一步兩步三步 這三步反應呢 有兩步都是生成 還原型的狠梅二的 還原型的狠梅二呢 它是磷酸不糖途徑的 一個重要的產物 它有重要的作用 剛才我讓大家記 磷酸不糖途徑的 一 生理地理 那麼其中 一個產物就是 那一片 是吧 再接下來 這個地方 五磷酸合同糖 它可以變成 五磷酸木紅糖 可以變成五磷酸合糖 可以變成五磷酸 這個也是一個木紅糖 這個是為了反應 是比較的好顯示 才這麼寫的 那麼 五磷酸和糖呢 也是磷酸不糖途徑的 一個重要的產物 它要去 在進行核酸和成分程度 提供領悟 所以呢 我把這個表上 就是重要的部分呢 就是重要的產物 用紅礦表現出來了 一個重要的產物是 NAT-40 還有一個是 五磷酸和糖 那麼 這是需要大家記的 兩個產物 還要記的是 這個酶 六磷酸不糖 或青梅 這一部分呢 就是 是一個轉變 這個轉變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 在一種細胞裡面 它經過 磷酸不糖途徑的反應 既可以生成 黃原型的土梅二 也可以生成五磷酸和糖 它們都各自發揮用處 比如說 黃原型的土梅二 它可以參加一些核酸反應 那麼 五磷酸和糖呢 它可以參加核酸的核酸 就是核酸DNA 核酸RNA 就是需要五磷酸和糖 但是 有的細胞 它的 對於這兩種 產物的利用呢 是不一樣的 有的細胞 它也用了這個比較多 那麼 這個酸就剩下來了 五磷酸和糖就剩下來了 它不需要合成那麼多 核酸 DNA 這個就 和它相比呢 它用完了 它沒有用完 那麼 這部分呢 五磷酸和糖呢 可以通過 一些巧妙的方法 轉變成有共和物質 可以在利用的物質 那麼 怎麼轉變呢 就是五磷酸和糖 和五磷酸和糖 五磷酸和糖 這個兩個都是五碳 然後呢 變成兩個物質 一個是 七碳的 七磷酸菌添糖 這些 名稱我們不用寫 用我也寫不住 不用寫 我們就知道它的 到底怎麼變得行 那麼 五碳加五碳一塊十個 再分成兩個 一個七碳 一個三碳 對吧 然後呢 六碳變 四磷酸吃血糖 是四碳 然後變成六磷酸果糖 是六碳 還有呢 這個 五磷酸的紅糖 和這個四磷酸吃血糖 這個 用一變成 三磷酸肝油腺 和六磷酸果糖 還有三磷酸 還有三磷酸肝油腺 還有三磷酸肝油腺 是怎麼去變成六磷酸肝油腺 我們知道呢 通過前面學習的知識 六磷酸果糖 怎麼變成六磷酸肥油腺 一個我們就可以了 那麼 三磷酸肝油腺 是不是可以循著這個 糖醫生的肥油腺 也變成六磷酸肥油腺 那麼 那麼這樣呢 再經過 磷酸肥油腺 補腺酸肥油腺 生成了重要的產物 NATP-N去利用掉了 五磷酸肥油腺 被用了一部分 剩一顆的一部分呢 可以通過這些方式 轉變成六磷酸肥油腺 再繼續被利用 因為我們知道 六磷酸肥油腺 實際上是淘汰一些 非常重要的位置 它可以有很多去路 這個呢 就是磷酸肥油腺 途徑的一些內容 這個 中間的反應過程 我們不要記 就記住它的產物 記住關鍵煤 還有就是 五磷酸肥油腺 如果用起來的話 可以通過 這個循環酸肥油腺 變成六磷酸肥油腺 就是 磷酸肥油腺 途徑的調節呢 這個非常簡單 我們就記住這個煤就可以了 六磷酸肥油腺 和心磷 它是這個途徑的關鍵 通過它這個 每個火腺的抑制呢 就可以控制它的速度 那麼 NAPH 作為 磷酸肥油腺 途徑的產物 它可以反揮抑制這個 每個火腺 可以反揮抑制這個 每個火腺 是 磷酸肥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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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腺 關於核肥酸的代謝 這個是我從核肥酸代謝中 展示的一個反應 那麼這個實際上是 合成 命令核肥酸的一個 一波反應 這波反應呢 是 乳酸肥油腺 現在我們就看那些 寄進來 後面會再解決 乳酸肥油腺 如果磷酸核糖 轉移每個體化 變成 乳酸肥油腺 和肝酸 也就是說 這個分子 在這個地方 接了一個 R P 那麼 這個 R 就是磷酸核糖 是種來的呢 是由它來提供的 叫 PrPP 就是磷酸核糖 焦磷酸 那麼這個 磷酸核糖 焦磷酸 又是怎麼來的呢 是 五磷酸核糖 通過這個 磷酸核糖 焦磷酸核酸 合成酶 來接化的 所以 通過這樣的反應式 我是把後面的內容提醒了 給大家看一下這樣的例子 就知道 磷酸物糖 途徑 它的一個重要的產物 五磷酸核糖 它可以變成 五磷酸核糖 焦磷酸 所以要先猜 吸收 核酸 墨酸 水 其為一點 然後 湷酸 五磷酸 這個 叫做dictel ame 因中國 很 acontece 兩個 五磷酸核糖是哪來的呢? 是磷酸物糖流進產生的 有此我們也能看到糖代謝和核酸的代謝 是不是相互關聯的? 這個五磷酸我們要學到核酸 核酸合成的時候會再次提到五磷酸核糖 到時候我們可以在口頭來複習一下 五磷酸核糖是通過磷酸物糖合進得來的 這個是磷酸物糖附近的生理意義之一 為核酸的核酸提供燃料 第二個意義呢是關於另外一個產物 就是黃原型的梅奧 它作為供清體它可以參與多種代謝發病 那麼主要有三類 一個是體內很多核酸代謝 比如說核酸脂肪酸 核酸膽固醇 這是我們下一章要學的 會需要這個黃原型的梅奧二的參與 這個黃原型的梅奧二呢 就來自於糖代謝 磷酸物糖附近 所以呢 糖代謝和核酸物糖附近 這也是相關聯的 對吧 糖代謝通過磷酸物糖附近 雙腸 還原型的梅奧二 為脂肪酸 膽量什麼的合成呢 提供這個需要的這個還原當量 第二個呢 是體內有些腔化反應 也需要還原型的梅奧二 這部分呢是在生物轉化 那麼生物轉化這一張內容 我們在大課上就不講了 所以我們在大課上學到相關的內容呢 希望大家去自學一下 因為大家的自學能力還是合理的 內容完全可以看的 這部分我們可以自己看一下 還有一個重要的呢 是這個NADPH 還原型的梅奧 它可以維持骨光肝胎的還原狀態 骨光肝胎大家聽說過沒有 我們在學淡白修化學師 是給咱們介紹的 這個骨光肝胎呢 它有兩種狀態 一種是還原碳 一種是還原碳 一種是氧化碳 這個 GSH 這個表現是什麼狀態 還原碳 而這個是氧化碳 氧化碳 氧化碳呢 實際上是兩分子的氧化碳 通過二流線接載 那麼 這個 還原型的骨光氧化碳 它是一個抗氧化器 它可以使一些氧化物質 讓它去還原 它還原別的物質 它自己就氧化了 是吧 氧化呢變成這個 那麼 它要再回去 回去 它要再還原 這誰還原呢 有誰提供還原單量呢 就是 還原型的虎雷二 就是 這個 這個 還原型的 還原型的 它作為一點抗氧化器 去 還原一些氧化物質 那麼 它自己就被氧化了 被氧化以後呢 它要提到還原狀態 那麼 回到還原狀態呢 是由這個 還原型的虎雷二 來給它還原 就這樣一個關係 這個 這個是 虎光氨胎 環類型和氧化型的 作結構式 上面呢 是環類型 那麼 我們可以看到 它是有酸胎 還有三個 三種氨基酸 一個呢 是 這個是 這個是什麼 CYS 半股氨胎 還有呢 肝氨胎 所以 從剛才的名創 我們可以看到 它還有三種氨基酸 五光氨胎 它是一個酸胎 那麼 還需要注意一下呢 是 這個 半股氨胎和肝氨相連呢 它是 通過那個阿道素基和 阿道氨基的一個相連 而這個 這個 骨氨酸的 骨氨酸和半股氨相連 它就不是它的 阿道素基了 Galm素基 一個叫阿道素基 一個叫什麼 Galm素基 Galm素基 但是它是Galm素基 它的相連 所以呢 這個叫Galm素基 這個叫Galm素基 那麼這個環類型呢 變成雅化型呢 就是 這個 兩個分子切在一起 這個 這個球基 然後 兩隻切在一起 就是二零件 就是環類型 那麽 什麼反應 是它 由環類型變成雅化型呢 就是 它是環類型的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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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氫 提供出來了 它就變成 氧化狀態了 那麼 這個氧化狀態 它會不會回去 又誰就要提供氫回去呢 環類型呢 你們啊 大家還記得嗎?我提過這種病,殘痘病 有沒有印象?在哪提到過? 我們在學哪個部內裡,哪個部內有提到的殘痘病? 酶,對,有些酶的異常也導致肌病 其中幾個例子是殘痘病 我們學到這就可以告訴大家殘痘病的發病機率了 實際上殘痘病的病人,他的基因缺陷了 他的基因缺陷在哪呢?就是這個酶 六磷酸不糖糖脫青酶 這個酶是剛才我來記的 它是磷酸不糖突進的關鍵酶 這個酶缺陷,它會導致什麼後果呢? 磷酸不糖突進就不能正常進行了,對吧? 那麼磷酸不糖突進不能正常進行的後果 之一是懷孕型的苦美二生成不足 那麼懷孕型苦美二生成不足的話呢? 骨光乾淡,氧化型的是不是就不能毀制了? 那為什麼跟那個使用殘痘有關係呢? 因為殘痘它是一種氧化系,非常強的氧化系 它可以使得紅心肛的膜化和氧化的破碎 那麼正常的人,使得殘痘有什麼沒關係? 因為體內有足夠的,還原型的苦悶乾淡 為什麼正常有足夠的還原型的苦悶乾淡啊? 因為懷孕型的苦悶乾淡,一旦就是氧化以後 這個氧化形,它可以通過磷酸不糖突進的懷孕肥美二生成不足 而這個微缺乏以後,熱磷酸不糖突進微缺乏以後 這種轉變就不能正常進行了 所以呢,這個看氧化劑,懷孕的苦悶乾淡,它就不足了 這樣呢,就是說,這個殘痘裡面中氧化是一份 就使得它們細胞會發生一種血 那麼,這種病呢,就叫殘痘 大家就是可以通過這個例子來,就是來體驗一下 鎂,它有些屈性的話,會導致肌病 那麼,代謝不正常呢,也會導致肌病 由這個例子就可以解釋這兩方面的這個知識 這個呢,是磷酸不糖突進的一個總結 就是從那個VDG這個市場,就是考下來的 那麼,要記錄的是這個NADPH,光源性的肥美二 還有503核糖,是磷酸不糖突進的重要產物 那麼,這兩個產物呢,都分別有不同的用處 503核糖參與核乾酸的核酪,乃至核酸的核酸 那麼,NADPH呢,和一些核酸代謝 另外呢,還有維生、磷酸慨的還原狀態 這個表呢,就是把這個知識都總結在一起了 大家在複習的時候呢,可以重視地看一下這個表 好,在前面呢,我們差不多用了六集 這一集的六集的內容呢,向大家解釋了 這個,我們人體內血糖的濃度是保持肯定狀態的 所以,在三年就第一到六年第一毫毛的生 那麼,為什麼你保持肯定狀態呢? 是通過糖的代謝的不同的移境 有來源,有扭轉變,然後呢,維持一個穩定的狀態 那麼,在前面我們已經提及了多個糖代謝的途徑 有的是,表示了糖的來源 比如說,糖一生啊,糖一的分解啊 還有飲食中的這種葡萄糖啊,這是表示來源 那麼,還有去路,就是合成糖源啊 還有這個,變成其他的生物 還有轉變成其他的物質 還有,最重要的是,化分解 那麼,正因為有這些不同的糖的代謝途徑 保持了這個血糖裡面 血糖的這個濃度的肯定 它的來源和去路,保持一個穩定的狀態 才能使得這個血糖和水平在一個肯定的水平 這個表呢,我在第一次解課的時候 已經給大家介紹過了 藍色的表示來源,紅色的表示去路 那麼,食物中,糖類是一個主要的來源 消化吸收,非常血重的葡萄糖 我們,我還要介紹的是金字塔 金字塔的最底部呢,就是糖類的物質 這是我們人體需要最多的一樣素 那,甘糖原分解呢,可以產生葡萄糖 可以補充血糖 那麼,甘糖原呢,有兩類 一類食杖的甘,還有一個是什麼 甘肌糖原,肌肉,骨骼肌可以生成糖原 但是,它的糖原呢,不能成糖 還有,非糖物質,可以一身為葡萄糖 那麼,這是來源,趨入呢,是兩分之間 這是徹底的,是徹底的一樣的東西 還滿滿水的能量 然後,變成乾糖原,雞糖原 然後,粗糖到水已經降低了 它可以轉變其他的物質 它可以轉變成非糖的物質 然後,脂肪,我們馬上就要學到脂肪的代謝 它會用脂肪糖來轉變 在血糖的調節當中呢,有幾個器官 它會有drug的作用 手當其重呢,就是肝臟 它對血糖調節也發揮了很難做的 所以,一個人如果他的肝臟的問題的話呢 他的血糖水平是難以保持一個正常的血平的 另外呢,有肌肉,還有腎臟 為什麼他們有重要的調節血糖的能力呢 主要是看他們進行的腸代性性 比如說,肝臟它可以合成肝糖原 在進食以後,就是吃飯以後呢 它可以把葡萄糖變成葡萄原儲存起來 那麼,當血糖消耗到差不多了 它還可以分解變成葡萄糖 另外,如果肝糖原也耗結掉了 你有沒有新的葡萄糖補充起來呢 肝臟還可以進行乳糖液生 這樣來維持這個血糖程度的肯定 所以呢,肝載糖代謝的調節充脹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除了肝細胞它有比較強的糖液生的作用 肝臟也同樣就是發揮了調節血糖溶度的作用 那麼,它可以合成肌糖原 當血糖會進到以後 有的部分變成肌糖原供它利用 那麼,在它需要的時候呢 可以分解成乳酸 那這個乳酸呢 又可以通過血運輸到肝臟 變成糖液生酮不到糖 然後不到糖呢 又可以運輸你的肌肉 這個有一個循環大家還記得叫什麼呢 Color循環 叫Color循環也叫乳酸循環 那麼,由此看來呢 這三個習慣對血糖的代謝調節得起的重要的作用 另外呢,還有一些基素 大家要了解對血糖的調節 首先第一個是胰島素 大家其實我們都知道胰島素它是降血糖的 它對血糖有一個降低的作用 那麼胰島素呢 是由胰島的β細胞分體的 它怎麼能夠降血糖呢 可能我們知道胰島素進去以後 血糖降低了 但是怎麼降低呢 從生化代謝的角度 我們可以看一下 胰島素它可以促進肌細胞 脂肪細胞 涉及胰島糖 也就是說 這些細胞組織細胞 在血液裡面的胰島糖 涉及進去以後 血糖能夠是不是就降低了 還有呢 它可以促進糖原的核重 抑制糖原分解 那是血糖也降低了 還有呢 糖原要氧化加快 我們可以看 糖意識的抑制 以及已用了脂肪動元 這個呢 我們沒有血糖 總之呢 我們可以揮賴一下 胰島素怎麼降低血糖呢 我聽到同學說得非常好 就是歷史來源消化稅入 那它就是下來了 我們對照一下前面學或者是是不是 中國這些途徑實在來源減少了 稅入增加了 那是它就下來了 這是胰島素 調節血糖的精緻 那麼第二種調節血糖的精度呢 是胰膏血糖素 它是有身高血糖的作用 那麼它是有胰島的阿巴細胞分裂的 有阿巴細胞分裂 它的精緻 身高血糖的精緻是什麼呢 它可以促進乾糖液的分解 促進糖液酸 還有脂肪動員加速 抑制糖液化 跟上面正好相反 那麼要身高血糖就是讓來源要增多 稅入要減少 是吧 還有兩個激素也是身高血糖的 以糖皮質激素和腎上腺素 那麼它們都有不同的機質 那麼這幾種激素呢 對於血糖的調節非常重要 哪個激素出了問題的話 這個是需要的 這個調節的這個機質呢 這個調節的這個機質呢 是一個就是大家企圖 其實非常簡單 如果要升高血糖呢 就是讓它的來源減少 如果要降低血糖呢 就是來源減少 減少 就是這樣一個道理 那麼接下來呢 我們來看一下 正常人的血糖是維持在3.61到6.11毫升 那麼一旦血糖不能控制到這個範圍呢 我們就稱為血糖異常 異常呢可以增加兩方面 一個是低了 一個是高了 血糖低了 那就是低血糖 然後診斷標準呢 診斷標準呢 是空腹血糖 效應於3.61毫升 這個數據呢 大家也不用信 很多數據都不用信 因為你不用的話 可能過兩天就忘了 如果要用的話 真實在裡面就看到了 所以差不多就進入這個 一個舒暖期就可以了 那麼低血它有什麼被害呢 它其實是可以影響 腦細胞的功能 嚴重的時候會出現昏迷 這種昏迷呢 稱為低血糖性客 這個實際上連接的當中會比較常見 我不知道在座的同學有沒有發生過 低血糖以後就是 頭暈啊 甚至就說真的有點硬腳的感覺 你有沒有過 我朋友問他就大家身體狀況很好 而且可能有 規律了那個吃早飯的那個習慣 那麼我們看低血糖 或者低血糖的原因有哪些呢 主要有常見的原因有這個 就是胰島細胞功能隱藏 胰島素分泌過多 剛才說了胰島素是一個 身高血糖的基礎 它降低血糖的基礎 降低 那麼它過多了以後 血糖降得太厲害了 或者是有些糖尿病人 它那個胰島素分泌過多了以後 它也會導致血糖 或者是它用了降糖藥 或者是那個量不合適 也會過度的降低 也會導致血糖 還有呢 這個糖皮症基礎分泌不足 那麼它是一個身高血糖的基礎 它不比的話身高血糖的基礎 還有這個人中的肝臟疾患 所以我們知道肝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代謝器官 它出了問題的話 血糖不能正常調節了 也有可能出現低血糖的 那麼還有一個呢 是這個正常人比較常見的 這個肌餓的時間或長 就是它的人身體沒有問題 但是它就餓的時間太久了 那個血糖不能很好衝過來 它會導致這個低血糖 還有持續的治癒體力動 所以呢我覺得 也許咱們在座的年輕人就是 不吃早飯 喝太久了 或者是今天晚上也沒好好吃 那麼你上午下來就會早吃激血糖 這時候怎麼辦呢 吃塊糖 帶塊糖 如果有的東西容易發生激血糖的話 隨便帶塊糖 吃塊糖就飽了 那麼糖在身體肠 最常見的還是糖尿病 這個糖尿病呢 大家應該也不陌生 因為周圍肯定 所以說 不管是自己家人還是周圍的 就是親近的糖尿病 也都是這種病是不常見的 而且隨便大家這個生活水平的提高 這個糖尿病呢 也是發病率是越來越高的 糖尿病的診斷標準之一呢 就是豐富的血糖 大於7個糖尿病 那麼如果這個血糖升得過高了 有些葡萄糖的還是從尿液中排出 這個就叫糖尿 就是有的人他血糖高了 但是尿液並沒有糖尿病 那就是女生血糖升高 那麼再嚴重的糖尿病 糖尿病主要兩種類型 一個是一型一個二型 這部分內容它的影響 我現在之後就是大家就是 在學病生的課程 還有臨床的課程 會很仔細很詳細地去到 這裡呢我就簡單地提一下 因為我們生化病主要給大家介紹 因為我們生化病主要給大家介紹 有物質的概性 糖尿病的一型呢 是那個缺乏胰島素 那麼這一部分呢 是青少年底表的多健 二型呢 其實是現在是非常非常多的 占百分之九十以上 那麼它的問題呢 是胰島素受體減少 或受體體感性的降低 也就是說 這一型和二型的區別體 單純說就是一型呢 是因為胰島素受體減少 而二型呢 是胰島素受體減少 這個是糖尿病的主要類型 我記得我當時在那個醫院 就是我們也有一段 案例的見習 就是見到一個病人是一型的 是一個小姑娘 她那個已經非常嚴重了 就是眼睛就快失明了 就是她那個病發症 她那個病發症 那她是一型的 現在的醫學當中 更多性的是二型 二型糖尿病的發病 還是比較高的 那麼 這個糖代謝是否異常呢 可不可以通過一個簡單的試驗來做 就是糖代料試驗 這個是以前的一個版本 現在不然醫院是還這麼檢查 這個檢查的方法呢 是 先是在早上 這個患者或者是一般的受診者 它是否有了 它是舒服 測一下血糖 然後呢 馬上去一次性的服用 100克福島糖 就是給你一大片 有福島糖的一個粉 然後放到水裡頭 澄輻下去 100克 然後呢 浮糖以後 半個小時 一個小時 兩個小時 或者是第二層 再三個小時 再測血糖 每個血糖的點呢 是一個數值 然後呢 畫一個圖 圖的橫坐標呢 是測定血糖的時間 正坐標呢 是這個血糖的濃度 那麼可以得到這樣一個點 這個表 這個呢 叫糖耐量曲線 這個曲線呢 叫糖耐量曲線 這個顏色比較深的 好色 那麼正常人呢 它的呼吸血糖 是在正常的範圍 就是剛才給大家介紹的 這個 這個 這個單位是不一樣的 是100 百分之 毫克 我給大家知道是一個 毫升 那麼 是可以換算回來的 正常人的這個血糖 供死的是在這 那麼 服用100克福島糖以後呢 它會有的升高 但是呢 不會升得太高 而且呢 差不多一個小時以後 就回落了 到這個兩個多小時以後呢 它就會比較正常了 這是一個正常的糖 來實現 那麼 糖尿病人呢 它的 抗腹血糖 就比較高 一次性服用100克福島糖以後 升得非常高 升得非常高 說明它的條件能力很差 然後呢 再回落呢 它有 回落的不是 這個水平不是很遠 也是在一個異常的範圍 那麼透過這樣一個簡單的試驗呢 就可以測一下 你的糖代謝是不是正常 用這種糖代謝出現 這個呢 是我從這個中國二型糖尿病防治指南 2010年平台上摘下了兩個表 一個表呢 是這個糖代謝的狀態分貸 一個呢 是糖尿病的診斷標準 這個表呢 我已經給大家看看 柯形樓箱已經出現了 大家可以 就是有空的時候可以看一看 那麼 看這個表呢 一方面可以幫助我們 來保護這個糖代謝的學習 另外一方面呢 可以作為一個科普的支持 可以看一下這個 二型糖尿病防治 有哪些基本的措施 那麼作為醫學生呢 可以向周圍的人宣傳一下 我們從二年級去到現在是二年級 就可以做了一個 醫生的一個 習學醫生的一個職責 去宣明他這個健康 其實很多病 早期的這種健康效果非常重要 像那個得了糖尿病的話 他應該自己怎麼去吃藥啊 怎麼去檢測啊 如果有人宣傳 然後宣傳到外人的話 可以減輕後面他發病的程度 那麼這樣的就是 可以直接的減輕這種 果香的醫療促動 所以呢我希望大家 可以來看一下 然後作為科普的 向周圍的人宣傳一下 那麼這個呢 就是糖代謝的小節 包含了我們所學過的 所有的代謝途徑 有糖原的合成與分解 有糖的教學 平安氧化 然後還有糖以生能的 這部分是生氧化 我們後面要學 這一節呢 就學完了 給大家回答了 這一張的重要的概念 那麼這些概念呢 我們不僅要會顯示它 還要認識 右邊的這個英文單詞 認識右邊的英文單詞 還有呢 這個重點的內容 重點的內容呢 主要是讓大家學習 我們學過的幾條糖代謝途徑 它的關鍵的步驟啊 關鍵的美啊 它的生命意義啊 它的調解啊 它的組織定位 它都是這些內容 那麼這一張我們就學完了 休息十分鐘 我們學下一站 謝謝 謝謝 謝謝